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2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我们新一期的时光故事节目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一座被相当于一千颗原子弹摧毁的古老城市 今年发表于《自然科学报告》的一篇论文 用科学事实和分析揭开了一个几乎与圣经记载的罪恶之城 索多马城被毁 惊人类似的故事 本期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全球的供应链危机愈演愈烈 加拿大民众的这个购物季节恐怕要大出血了 甚至将面临着想买圣诞礼物而抢购不到的局面 美国巨型仓储式超市Costco早已限购卫生纸 纸巾 瓶装水等日常的必需品 原因除了需求增加以外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原因 Costco承认 这与司机短缺有关 Costco的高管表示 在美国境内搬运纸巾 家具等物品也是一个大麻烦 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卡车司机 Costco首席财务官还说 由于新冠疫情 全球芯片短缺也影响了电脑 平板电脑 以及电器用品的供应量 这一次不仅仅是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恐慌性抢购潮 更多的是源于供应链危机和物流成本飙升 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的最新报告显示 美国的供应链紧张问题可能将在今年年底进入最糟糕的阶段 或将耗尽商品库存 从劳动力和货运成本上升到港口延误 集中箱卡车以及各种原材料的短缺 目前美国的供应链正面临着多重考验 在年底截至到来之前 零售商的商品货架上很可能是空空如也 为了解决供应链危机对经济和民众生活的打击 拜登21日表示 考虑动员美国国民警卫队来帮助减轻供应链压力 以平息物价飙涨影响经济复苏的问题 拜登称 在考虑动员国民警卫队支援驾驶运货卡车 以缓解卡车司机荒 不过一位白宫官员表示 目前政府还没有积极考虑部署国民警卫队 拜登已指示洛杉矶港和长堤港全天候运转 不过由于司机紧缺 积压的集装箱无法及时从港口运走 加拿大方面一些主要的零售商正在加大空运的投入 以避免海运上堵塞的运输路线 虽然这将大大的增加运输成本 但至少能够让他们有足够的货源 来应对每年年底的关键购物季节 Aresia Inc.,Lululemon和Roots等加拿大品牌 越来越多地通过飞机从海外工厂运送产品 以往约90%的货物通过海上运输 不过由于海运成本飙升 以及海运交货时间不断拖延 这些零售商不得不在短期内选择空运来渡过难关 据香港在线航运市场Britons 称从上海空运货物到温哥华的成本 大约是海运成本的三倍 随着海运成本的上升 空运的成本也在上升 最近在至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元首的一封公开信中 国际 航运 工会和其他行业组织警告说 如果政府不恢复运输工人的行动自由 并给予他们优先接种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疫苗的话 世界各地的运输货物的港口集装相传 和卡车运输公司组成的错综复杂的全球供应链 将面临系统性崩溃 公开信表示 他们代表6500万全球运输工人超过350万家公路货运和航空公司 以及超过80%的世界商船和商队 每年产生超过20万亿美元的世界贸易 据称 所有运输部门也都出现了工人短缺的情况 并且由于数百万的人在疫情流行期间面临了糟糕的待遇 预计会有更多人离开 从而使供应链面临更大的威胁 公开信表示 民众正在目睹包括电子产品 食品 燃料和医疗用品在内的必需品 前所未有的中断和全球性的运输延误和短缺 消费者需求正在上升 而且这种延误似乎会在圣诞节前恶化 并持续到2022年 事情发生在10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 在温哥华的市中心附近的Tim Houghton店内 监控录像显示 店内的一名员工在周三早上将咖啡递给一名顾客时 但这名顾客却打开了杯盖 将咖啡泼在了店员的脸上 把店员吓得连连后退 这名顾客泼完咖啡 还把杯子甩向了店员 扭头就走 店员立即报警 但是在警方到达时 嫌疑人早已逃之夭夭 警方称这是一次骇人听闻的袭击 温哥华警方发言人维斯廷表示 这名员工只是想做好他的工作 可他却受到了这种虐待 实在是令人震惊 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受伤 周五当局发布了两张嫌疑人的照片 希望有人能认出他并站出来 根据警方的描述 嫌疑人为白种人 年龄在25至30岁之间 中等身材 留着黑色和绿色的极肩长发 案发时他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 一件黑色羽衣夹克 黑色牛仔裤和黑色的靴子 他还戴着一个黑色的口罩和迷彩背包 警方表示 VPD的仇恨犯罪部门也正在审查此案 以确定案件中是否有仇恨或偏见因素 如果你有关与此案的任何消息 欢迎拨打604-717-4021 与警方联系 BC省教育厅昨日22日发布支援学校局及私校管理机构 用作强制其雇员接种疫苗条件的指引 但省府不颁发全省性学校疫苗令辞举 被批评无视 卑诗省教师联会的意见 BC省教育厅韦瑞珍说 各校区的学务委员可按照省府现在提供的指引 去就最合适其区的疫苗政策做出决定 省府并与校区合作 继续鼓励校内人员应该接种疫苗的文化 教育厅指 该指引是由当局和合作伙伴一同制定的 当中包括卑诗学务委员协会和卑诗教练等 并曾咨询卑诗首席卫生官办公室 卑诗教练等多个组织一致认为 疫苗令应由卑诗新民主党政府颁发 并在全省一致实施 就校区需要是否引入疫苗令 一直具有争议 卑诗教练及卑诗自由党 对于让各校区自行决定表示关注 只可能出现在高接种率的地方会支持疫苗令 但在低接种率的地方则不会支持 教师工会主席慕林曾指 在一些接种率较低的区域 例如北部的部分地区 如果学务委员会决定将接种疫苗 为教师的雇用条件之一 可能会面临不少的反对声音 教育厅表示 将搜集上被接种的人数 寻求法律意见和与咨询卫生官进行咨询 才做出决定 今年8月 加拿大零售销售增长 2.1%至572亿元 但9月份的初步估计表明 零售出现逆转 下滑1.9% 加拿大统计局周五公布的 全国零售销售数据显示 得益于食品和酒类商店 加油站以及服装和配饰店的销售额增长 今年8月全国零售销售增长 2.1%至572亿元 加拿大统计局追踪的 11个零售领域中 有9个在8月份录得增长 如果不包括加油站 汽车及零件经销商 8月份核心零售业上涨了2.7% 统计局数据显示 8月份食品和酒类商店的销售额上涨了4.8% 录得三个月来的首次增长 其中超市和其他杂货店的销售增长4.5% 服装和服装配饰商店的销售 在8月份攀升3.9% 创下历史新高 而油价上涨推动加油站销售额增长3.8% 不过加拿大统计局表示 对9月份的初步估计表明 9月零售销售出现逆转 下降了1.9% 但最终数字依然有待修正 统计局还表示 对9月份制造业销售的初步估计表明 该月将下降3.2% 主要是受到运输设备行业的拖累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高级经济师 门德斯表示 零售销售在8月份回升之后 在9月份再次停滞 他说零售销售和制造业的数据波动 可能削弱之前令人兴奋的GDP预测 不过他又表示 尽管商品部门受到供应链挑战的困扰 但根据劳动力调查数据 许多服务领域的业务正在增加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